记者洪素金台北报道,侯佩岑与老公黄博俊玉有两次,昨他出席相分活动提到,目前三岁的大儿子伊恩已经相当会讲话,更会管妈妈的穿住,但提到小儿子脸上不免有些担忧,小儿子出生时罹患Abro新生儿容血症,至今找不出病因,被固定回医院厌血洪素。 侯佩岑透露上个月带小儿子回医院输血,医生表示这么小的婴儿血洪素偏低,怕会影响其他看不到的地方,所以还要再观察,而每次输血后血洪素都会掉很低,医生强调的好好注意观察他的状况。 对此侯佩岑也说,我都用正能量去面对,近日他以长牙齿,又会拍拍手,真的很可爱。 侯佩岑表示结婚让他人生步入不一样阶段,七年内家中多了两个宝贝,现在的他很感恩谢真心每一天与家人相处的时间, 一家人还计划去旅行庆祝结婚七周年,旅行重点就是要吃好,且行程不能太敢,对他来说能进行享受与小朋友在一起修监的时光,那才是最重要的。 侯佩岑昨出席相分活动,记者宋志雄社,侯佩岑和大儿子伊恩,翻社字脸书。